妈 妈 妈妈 你听我解释 他竟然敢冒充我们的国王陛下 你们是抓不到我的 前面有岔路 我先躲起来 都跟你们说了 抓不住我的 我得先找一个隐蔽的藏身之处 我这是到哪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藏身之处 先过去看看 但是这个房门怎么打开 我怎么才能进去呢 不好 有人来了 赶快躲起来 芝麻开门 原来要这样才能上去 趁这个女人出去 赶紧去试试 芝麻开门 太好了 门开了 我真的好想出去玩啊 可是妈妈不让 如果不听妈妈的话 肯定又会挨骂的 门开了怎么回事 妈妈不是刚出去吗 她为什么要回来 慢慢地上去看看 万一有人就不好了 我的头好痛呀 你醒了 快说吧 你是谁 怎么开门你都知道 好大的胆啊 你小子 我不是坏人 我只是想在这里躲一躲 因为有卫兵要抓我 你还说你不是坏人 如果你没干坏事 卫兵怎么可能会抓你 我是邻国的王子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迷路了以后才来到这里 他们后来认出了我 所以就来抓我 我也是为了躲避他们 请原谅我冒昧地进入你的房子里 她好可怜啊 不好 妈妈来了 你快躲起来 如 如果我的妈妈看到你 她一定会惩罚你的 啊 那我该藏在哪里呢 那你去二楼 记住待在那里 不许出来 你在做什么 刚刚楼上是什么声音 对不起 妈妈 我刚才在练唱歌 没有听到你来了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忘记拿什么东西了吗 我忘记告诉你了 我明天有事 所以不来了 我不在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出去 最近外面出现了很多坏人 我明白了 妈妈 你可以出来了 我妈妈已经走了 很抱歉 让你躲起来 你的妈妈 为什么会禁止你出去呢 她说外面很可怕 还有很多坏人 那不是真的 其实外面的世界很美丽 而且还有一个 新开放的游乐园里 真的吗 我特别想去那里玩 让我想想 我想办法带你出去 哇 这里好漂亮啊 美丽的女孩 你准备好了吗 我带你去玩一下吧 必须准备好了呀 那咱们出发了 今天玩得好开心啊 一条寻人启事 寻找樱花公主 听说樱花公主很小的时候就丢失了 这么多年了 国王和王后一直都没有找到她 有的人说是女巫把她抓走了 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 国王有命令 如果谁找到公主 就会获得一大笔赏金 听起来很不错 希望她们能早点找到公主 哈哈 今天很开心 真是谢谢你了 妈 妈 妈妈 你听我解释